哈囉大家好 我是波波真 歡迎來到波波激勵訓練成長日記 簡稱波激日記第二集 今天要帶大家跟我一起去上一堂激勵訓練課 上週我的訓練課請假 因為通常我的月經來前三天我都不會做重訓 跟教練討論過後呢 也決定讓我在家裡好好的 休息睡覺吃東西 因為距離上次的訓練課已經有兩週了 所以有一點擔心 希望等一下重量不要掉太多 那今天的片尾呢 我會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我中訓這一年來的小小心得 大家要記得看到最後喔 那現在就跟我一起去上激勵訓練課吧 非常快 最大痛是 後面三天 這很痛 這才幾公斤而已 military rehabilitation 有bonics 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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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失敗跟你的成功 看起來會一樣 就像剛剛那樣子 如果你動作結果很好的話 通常你只要他離開地板 通常就會站起來 如果會費用就是到一半的時候手滑掉 只有這個可能 下課了 覺得最後一下沒有拉起來很可惜 但是呢 你的教練說 動作做好了然後拉不起來就是放掉 才不會養成壞習慣的 所以拉不起來就放掉 以致是標準 動作順暢比較重要 雖然很可惜 下次再挑戰囉 下課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剛接觸健身的第一年 自己練 跟到現在有教練帶我練的差別 舉個例子來說 我在上教練課之前 硬舉的PR一直都維持在60公斤左右 這個重量是有使用腰帶還有拉力帶的 我自己看很多影片也有請教非常多身邊 練得很好的朋友要怎麼樣提升力量 但是我的重量呢都還是一直沒有辦法有大幅度的進步 而且我的身體常常會感覺不太舒服 有時候會覺得關節卡卡的 或者是肌肉拉傷 但是在我開始上教練課之後呢 我硬舉的PR 從60公斤一路上升到 今天大家影片裡面看到的90公斤 而且這個重量是完全沒有使用輔助裝備的喔 這個過程大概只花了6到7週的時間 重點是我的身體完全沒有感覺到任何的不舒服 我現在練的感覺呢 比以前還輕鬆 力量提升很多 而且在短時間內進步 因為我自己有這樣的經驗 所以我會非常推薦重訓的初學者 可以找一個教練來知道你的動作 總結一下我的感想 提升力量有很多的條件 訓練頻率、動作結構、動作流暢度 或者是你在選擇重量的方式等等 這些呢 如果有一個專業的教練來幫你的話 除了可以更安全之外呢 還可以省去你非常多繞彎路的時間 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這裡 下一支影片有沒有可能會突破100公斤呢 我們一起期待吧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